谢谢大家 首先我要先说一个非常正能量的事情 就是关于喝酒这个问题 在18岁以下是严禁不可以喝酒的 为什么萧音姐姐她可以呢 因为她到年纪了 所以就是可以 所以希望我们以上的事情 这些未成年好好学习 别酒没有用 到了她这个年纪才可以喝酒 然后我要说 可能应该说她喜欢打小报告的人 我就是愿意打小报告的人 我的天哪 终于到我了 我跟你说你知道吗 今天吧我就一直在纠结 我到底做的什么呢 一些正能量没有 然后一些正常的 充满就可爱的快乐的事情 我实在找不出来 然后呢后来我就发现 他们前面原来是可以说这些话题的 那我太有话说了 作为一个以前以为自己酒精过敏 现在能稍微喝一点水果酒的人呢 我太有话说了 因为每一场我都清醒着 然后呢我跟你们讲 就是吧有一次 她和大司仪他们俩 我可以说吗这件事情 我会美化 大司仪那个稍微美化一下 好好美化美化 最后呢有一天吧 她和大司仪他们俩呢就到了一个 那个是很久很久以前了 很久很久以前 但是也年龄够了 然后呢那时候吧 他们俩呢就是突然间就相约 你们两个就去快乐的吃烤肉 哪是我们两个相约 是你们拒绝 是我们拒绝 然后他们两个就快乐的去吃烤肉 快乐去吃烤肉呢 然后他们就开始威胁 我们当时呢 小钱在家 然后呢我在中心 然后我和大哥我们两个 结果呢 萧云姐他们就 给我们一直发微信说 我们真的喝酒了 我们现在已经喝了一瓶了 我们马上喝多了 我们真的喝多了 你们记得来接我们哦 我们真的喝多了 然后呢就一直在磨叽 一直在磨叽 一直在磨叽 然后又给我们视频 说你看我们真的 然后呢就一直一直你知道吗 然后呢我们就知道 他们肯定是没喝多 然后呢结果呢 我们两个就 我们两个就一直在房间里 然后后来呢 没过多久 然后大自于就打电话说 我们喝醉了 他就撂了一个电话 然后我就想 就不可能啊 你说你喝醉 你会给我打电话 就是突然会按标准的 按完之后 还会告诉我喝醉了 这种人 一般喝醉酒的人 都不承认自己喝醉了 然后呢我们就想 肯定没喝醉了 然后我就想 他们肯定是在吓唬我们 让我们非得要 让我们去接他两个人 这两个交情鬼 然后呢非得让我们去接他 然后结果呢 我就给小钱打电话 我说小钱 他不知道 就是 就是我给你打电话这件事 我说你现在 给口阳音他们打电话 你看看他们俩是不是合醉 还是他们就故意折磨了 我解决了 我告诉你 聪明的不得了 然后结果呢 小钱 小钱就去 小钱就去打电话了 小钱去打电话之后呢 然后呢小钱过了 跟我打电话说 好像真的合醉了 然后后来呢 我和大哥我们两个说 那走吧 去接他们吧 然后我们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结果我们上电梯的时候 我跟大哥我俩商量好 我们说他绝对有可能是装的 这样咱们俩呢 先悄悄地在这个门口 这样往里看 看他们到底是不是开始 看着大家进来 他们就开始演了 你知道吧 结果呢 我和大哥我们俩就一直这样了 然后到门口 我们俩就这样往里看 人都到了 还玩戏眼 都到门这儿 就到到正门口了 然后门口全有几个人 然后我们就这样往里看 就看见有一个人 趴在那桌子上就一个 然后后来呢 我们就想 他们上哪儿去了呢 我们就走进去 近看原来是大丁 他在那儿躺着 然后就想 孔香淫呢 然后就开始出来找孔香淫呢 我发现原来 店门口那三个人里面 有一个是孔香淫 然后你知道吗 然后呢 他当时 那个店门口有一个座位 他这样坐在那儿 有两个大概五十岁以上的 夫妇 站在他边上 然后呢 我就跟他说 我就过去了 他这样 一直低着头 在说话 然后呢 我就过去了 我就问这两个 我就问这两个夫妇 都五十多岁了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咋的了 他说 哎妈你认识啊 听不懂他说啥呢 他一直在说外国话 然后呢 就接着呢 阿娘 嗨 你 一直这样说 然后我就非常无语 然后我就 为了安抚这个夫妇 我就过去 站起来吧 沈阳来 他抓什么外国人 然后就我 仿佛这个东西 警醒了 他 蹦 眼睛一这样 啊 啊 啊 就开始打 打完之后 我就开始 狂跑 然后就 跑出去了 然后就跟大哥说 我就冲进念里 我说大哥 快你跑了 大哥说 啥 然后大哥 啪 追出去了 然后此时 喂 然后此时呢 剩下的是谁呢 大C 更过分的 连意识都没有的一个人 大C就爬在座位上 然后呢 然后我就说 C啊 然后大C就一动不动 然后我就开始测试了 是不是 没劲了 然后就把手 这样插到了 你呢 啊 呼吸还正常 然后C走回家了 然后呢 他们就 大C就完全没有意识 你知道吗 然后最后呢 然后我就 怕大C着凉啊 然后我就 因为 那时候风还挺大的 那时候是秋天还是什么时候 风挺大的 大C穿个短袖 然后他又 他又这样子 然后我就怕着凉啊 我就去管保洁 花10块钱买了一件衣服 然后呢 我就找那个保洁阿姨 我说阿姨 你卖我一件 你的工作服吧 我说 然后那阿姨就给了我一件工作服 然后呢 我就 我就给他大C穿好之后呢 我们就回中心了 等到后来 大C清醒的时候呢 就发现自己穿着一件 保洁的工作服 然后我就记得 当时我还给大C 就可以讲吗 开水 开水 然后结果大C又干了一个拒绝的事 然后呢 我就把大C放到了淋浴间 大C躺在淋浴间 大C躺在淋浴间 用大木胶纸 啥 用大木胶纸 把那个水不是这样抬吗 这样抬水上 孙日 开水 然后大C 拿大木胶纸 泡水 一开 他躺在淋浴间 水 哇 然后 我当时真的很痛苦 我就给大哥打电话 我大哥你在哪呢 大哥说 现在不跟你说了 我抓口交言呢 那次经历真的很痛苦 你知道后来 你们不知道是 我当时带着大C走的时候 那一堆老夫妇 原来是那家饭店的老板 和老板娘 那老板和老板娘 送了我两瓶饮料 说快拿走吧 而且 这可以说吗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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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后来那家店 就倒闭了 真的倒闭了 我们再去那家店 就没有了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哎 等会没祝你 祝你生日快乐 而且你知道我跟你说 孔香银真的是一个 你以为她大大咧咧 她无所谓 我以为咱们俩是一样的 都是无所谓的 没想到原来 你真的会勤勤恳恳地干一件 就是很努力 就是她是那种 我就是那种 每次吧 我们两个比如说Unit的衣服 我都说 哎 随便穿 随便都可以 然后她就会 仔仔细细地给我们挑选衣服 然后呢 给我们那个就是 搭配 你知道她知道我 我如果不搭配的话 指不定穿什么就上去了 所以她就会给我想好 我自己怎么穿 怎么怎么样 就是一个很仔细的人 你记得你最 我妈太多话了 咱了 还有啥 我记得你知道我们 我和小钱为你哭过一次吗 咋的了 你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是因为有一次她咳了好久 好久 好久 她咳 我妈还想着你 然后 她咳了好久 好久 然后结果呢 她就去拍片 然后说肺部有一个阴影 然后结果 因为我爸爸妈妈不是医生吗 然后就把这个片子发给我爸爸妈妈 然后妈妈当时说 哎呀 就是因为我妈妈她 就是 她们没现场看她的 就是只是看一下那片子嘛 然后就说 咦 这不太好啊 然后就想着这肺部阴影 就是一个很不好的病 然后我接完电话之后 然后我就开始哭着跑去找小钱 然后跟她说 我说 完了 小狗 我说小狗不行 我对头了 然后你知道吗 我俩就坐那儿 我俩就哗了 哭了 开始 然后就 对不起吧 然后后来 然后后来 原来是一个乌龙 白哭了 你知道吗 我俩倒是 哭得不行不行了 吓得要死了 大司机倒是 我俩就绕着这一车都 还在我俩旁边 开玩笑 我都忘了没跟她说 我俩人哭 我都喘不然 现在跟她说这件事情 注意身体 好好活着 你也来注意身体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哪里来的 不知道